这十个系数是我们经常用到的十个系数 大家可以在其他的3D引擎里面 都可以找到与之对应的这十个系数 既然我们知道了有这十个系数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这十个系数所造成的不同的混合的结果 在这里为了方便我们查看效果 我仍然使用上一届课当中 我自己编写的一个软件 首先我们先创建一个cube 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下 其中这一个 这一个就是我们的圆混合系数 这一个就是我们的目标混合系数 我们一般指定 圆混合系数为1 目标混合系数为0 为什么会这样指定呢 我们现在就根据这个方程来计算一下 假设我们现在圆混合系数等于1 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混合系数等于0 那么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 像素 如果我们使用 一 零 那么我们就会将 我们当前 正在进行光山化的像素 写入到后台缓冲区 这样 我们后台缓冲区 就得到了 我们最新的像素 然后在这里 大家和我们上一节课程里面 学到的深度测试 结合起来 当我们的深度测试 成功之后 那么我们的 新的像素 就会被写入到 我们的后台缓冲区 我们新的像素 也就是我们当前模型 正在光山化的像素 如果我们深度测试 不成功 那么我们这一个像素 就不会被写入到 后台缓冲区 因此 当我们设置 原混合系数为1 目标系数 为0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得到 我们正常渲染的一个结构 然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其他的一些系数 其他的一些系数 比如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第一个是 目标 像素的透明度 当我们设置了目标像素的透明度之后 没有任何反应 然后现在我们来通过方程 计算一下 看一下结构 假设我们现在的 原混合系数为 目标像素的透明度 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混合系数 仍然为0 那么我们将这里 换到这里来 我们就会发现 如果我们的目标像素 有透明度 那么我们的 得到的 新的这一个颜色 就会有透明度 但是我们现在这里 没有透明度 因此我们看不出来任何效果 但是我们现在 再重新创建一个 比如说 创建一个 锥体 然后我们给这个锥体 给它贴一张图片 好 我们就使用这一个 然后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然后我们在这个角度 来观察一下 我们的这个cube 大家就会发现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后面的 这一个锥体的 一部分 这一部分就是因为 我们这个cube 的原混合系数 使用了 目标 像素的透明度 因为我们的锥体 会新进行渲染 渲染之后 它就会将它的 这些像素 写入到后台缓冲区 写入到后台缓冲区之后 我们在进行渲染cube的时候 它就会将它当前的颜色 与我们后台缓冲区的 这一个颜色 进行做成法的运算 那么如果我们更改一下 它们的渲染顺序 比如 我们让这个锥体 最后进行渲染 让这一个 锥先进行渲染 大家就会发现 我们这样什么 就看不到了 这一个就是因为 我们这个cube 最新进行渲染 它渲染的时候 这个时候 后台缓冲区 使用的是默认了颜色 然后我们再采 进行渲染 这一个锥体 那么因此 这样我们就看不到 任何效果 然后现在我们再来更改一下 假设我使用 目标的颜色 使用目标像素的颜色 这一个就非常好理解 因为我们的后台缓冲区 默认就有一个颜色 那么当我们的 这一个系数 变成目标 像素的颜色的时候 我们用目标像素的颜色 省以我们原像素的颜色 省以之后 我们就得到了新的颜色 那么也就是 我们原像素颜色 会与目标像素的颜色 进行混合 因为这一步始终为零 比如现在我们来改一下 我们后台缓冲区默认的颜色 比如我改成红色 我改成蓝色 大家就会看到 我们的猴子 就会有一部分透明 并且它的颜色 也是蓝色 大家可以看到 我调一下颜色 就可以发现一些效果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一个参数 这一个参数 就是我们之前讲到的 我们默认的参数 然后我们再来看 下面的这个参数 下面的这个参数 表示为 1减去目标像素的透明度 当我们使用了1减去目标像素的透明度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的这一个方块变成了黑色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我们默认 我们的后台缓冲区的透明度为1 那么1减1就为0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方程 假如这里为1减去目标像素的透明度 但是我们默认 后台缓冲区目标像素的透明度为1.0 那么这里它就等于0 因此我们这里也就变成了0 最终我们新的颜色也就变成了0 既然我们新的颜色为0 那么我们的颜色就一定是一个黑色 比如我们现在来更改一下 如果无论我们将我们的后台缓冲区的颜色 调成其他颜色 都不会对我们的这一个猴子进行影响 那么我们再来调我们的猴子的颜色 大家就会发现 其实也没有任何变化 这就是因为我们在这里使用了这一个系数的原因 那么我们如果修改我们这一个系数 也就是目标混合系数 我们就会发现 它这个盒子就会有一些变化 比如我们将它改为1 大家就会发现 当我们这里为1之后 我们得到的就是一个目标像素的颜色 既然是目标像素的颜色 那么也就是我们默认的后台缓冲区的颜色 大家可以看到它和背景人为了一体 那么我们如果修改一下我们的这一个渲染顺序 让我们的这一个锥体先进行渲染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这个Cube 大家就会发现 我们透过这一个Cube 可以看到后面的这个锥体 这是因为这一个锥体最新进行渲染 那么这个锥体它的颜色 就会被写入到后台缓冲区 既然它被写入到了后台缓冲区 那么我们在渲染这一个Cube的时候 这个Cube得到的颜色 也就包含了这个锥体的部分的颜色 那么我们得到的其实就是目标像素的颜色 比如我们改变一下 大家要注意 这里它之所以我们看不到 是因为它而背景人为了一体 其实它是在这里是存在的 并且有一个自己的颜色 但是我们更改这里的这个颜色 其实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大家可以看到 好 这是其中一个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这一个 一减去目标像素的颜色 当我们使用了一减去目标像素的颜色之后 那么我们这里就变成了一减去目标像素的颜色 这里我们仍然使用0 将这里改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假设我们的目标像素的颜色 全为黑色 那么我们得到的结果 就是1 那么我们也就得到了 我们正常渲染的结果 比如我们来改一下 将它改为黑色 大家就可以看到 那么这个盒子的颜色 就是我们所设置的颜色 那么我们如果将我们的后台缓冲区的颜色 改为最大 那么我们的这个盒子 无论设置为什么样的颜色 它与后台缓冲区相减的这一部分颜色 都是为黑色的 为什么是为黑色呢 因为我们设置的这些颜色 它始终是小于等于1.0 那么后台缓冲区是全白色 也就是为1 也就是一个小于1的值减去1 那么它的结果一定是小于等于0 那么它就会显现出来为一个黑色 这里这一部分看得到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先渲染了这一个锥体 然后它的颜色 减去锥体的颜色 就得到了一个另外的一个颜色 因此我们可以看得到 假设我们将 我们的后台缓冲区的颜色调小一点 比如在这里调成 我们调一个比较极端的值 比如调成100 100 100 然后将我们的这个盒子的颜色调成最大 大家就会发现 它变成了一个浅灰色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盒子的颜色为最大 全都是255 但是我们后台缓冲区的颜色 全都是为100 减去 255减去100之后 得到的颜色 就是155 那么我们来验证一下 这个颜色 到底是不是 155这种颜色呢 我们先将这一个截图 然后保存一下 好 然后我们将这一个改成我们正常的渲染的方式 那么这里就是1 这里就是0 然后设置一下我们这里的颜色 然后再来对比一下 大家发现没有 这个颜色和刚才我们所截图的颜色 是一模一样的 因此这一个也就验证了我们刚才的结论 然后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他的一些参数 其中这一个为1减去圆像素的透明度 当我们设置之后 我们发现是一个黑色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方程 那么这里改为1减去圆像素的透明度 我们默认 圆像素的透明度为1.0 那么它减去的结果就为0 0神义 这一个 那么它的结果为0 这里也是为0 那么它就会得到一个颜色为0的值 也就是我们 无论后台缓中去的颜色是什么颜色 即使这一个方块的颜色是什么颜色 它都会得到一个黑色 那么我们如果来改变一下 我们目标像素的混合系数 比如我们将它改为1 我们就会得到目标像素的颜色 大家看起来没什么变化 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方块是透明了的 这个方块其实有颜色 它的颜色就是目标像素的颜色 因此它和背景成为一体 使得我们觉得它是不存在的 大家就会以为它是透明的 那么这种情况 我们就可以用它来模拟我们的透明 那么这个透明的例子 我们在后面来讲 假设我们将它改为其他的值 大家就可以看到 它就会有不同的效果 好 这一个我们仍然设置为0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一个 下面的这一个为 1减去原像素的颜色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方程 1减去原像素的颜色 那么也就是 无论我们的背景色 怎么变化 它的这一个结果 都不会发生任何改变 那么我们现在来改变一下 我们的背景色 大家就会发现 我们的这一个盒子 其实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那么我们现在来改一下 我们盒子的颜色 比如我改为白色 那么它就会变成一个黑色 那么它就会变成一个黑色 因为1减去白色 白色全为1.0 那么它的结果就为0.0 因此它是一个黑色 然后我们再来看 下面的一个例子 下面的这一个 就是语言 像素的透明度 那么我们这里改为 原像素的透明度 我们一般默认 原像素的透明度为1.0 因此它的效果 就应该跟我们设置为 1的效果是一样的 因此无论我们如何改变 背景色 那么都不会对这一个的颜色 造成影响 那么我们改变的这一个的颜色 就应该是我们现在设置的颜色 因为我们这里使用的是 原像素的透明度 然后我们来看下面一个参数 就是原像素的颜色 那么它就会变成 原像素的颜色 其实也就是原像素的颜色 神异 原像素的颜色 那么我们来改一下这个值 大家应该会发现 它其实会变得浅一点 我设置成一个绿色 它应该是比以前稍微浅一点 那么这是这一个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 最后一个也就是0 设置为0之后 也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 就会变成一个蠢黑色 那么同样 我们可以设置目标混合系数 我们可以设置为任意的一些系数 那么最终的效果 大家就自己去尝试 只要我们严格按照这个方程 那么我们就可以推导出 我们得到的新的颜色 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此为止 在下一节课程里面 我就会给大家讲解 如何在OpenGL里面 使用混合状态 以及一些常用的混合的例子 我们下期间的 act 我们下期间的手就是一些操作性的 感谢观看